说到娱乐圈中的知名歌手 宇成庆就是其中一位 他以其富有个性的作品以及帅气的形象成为了曾经的一代男神 收获了无数的粉丝 如今已经62岁的宇成庆 尽管年华已逝 但他并不敢轻易老去 一方面 他要继续努力工作 保持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 另一方面 他还需要照顾他的老母亲 这个充满爱与责任的角色 让他在人生中扮演着双重的角色 事业风光的他 在感情上却不那么顺利 与相爱12年的易能静分开后 2006年和英语主播张嘉欣结婚 并遇有一儿一女 看似美满的家庭 却一次又一次传出婆媳问题 曾经叱咤歌坛的摇滚天王宇成庆 如今也步入老年 难言老太 在前不久曝光的照片中 正在爬山的宇成庆 穿着红色运动上衣 戴着红色帽子 整个人看上去老得不少 和以前那个双眼有神 帅气的宇成庆区别有点大 与前妻一能静离婚之后 宇成庆感觉变了很多 虽然前几年参加综艺节目 还有晚会演出 但是整个人的心态看上去并不是很好 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儿子哈利 宇成庆在一次采访中说过 他感觉他儿子才是最可怜的 人家都有家庭 只有他一个人演在国外 也不和宇成庆联系 这让宇成庆很痛苦 前妻把儿子带大 他现在却有点无能为力 2019年 当时57岁的宇成庆 身体健康意外亮起红灯 病情令人忧心 宇成庆曾参加路跑活动 透露他平常就有跑步 游泳 骑车的运动习惯 跑4000米对他来说在轻松不过 对健康很有自信的他 不料却爆出眼球不满红血丝的照片 只见他左眼不满大片血丝 画面相当惊悚 并写道 忽然心头一震 莫非有妖女作怪 待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个明白 为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宇成庆经常锻炼身体 他也非常热爱运动 在瘟疫爆发前经常通过社群分享运动照 不料有一天却突然发生意外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送医治疗的照片 引起粉丝担忧 原来是宇成庆骑单车时不幸受伤 他晒出治疗照片还不忘自嘲扑街 网状绷带很性感 还打趣称受伤的伤口形象很像齿轮 最后他还分享自己包扎后的模样 笑着说包装完成 宇成庆的左手肘 左脚膝盖和右手掌都有伤势 不过幸好都是皮肉伤 就医消毒后 已无大碍 宇成庆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 早在2014年就曾因为心脏问题做过手术 2014年 宇成庆因胸梦和心悸动在台北医院完成心脏微创手术 恢复情况良好 宇成庆常年运动 没想到因心脏不是乳院 好友张小燕也前去医院探望 据悉宇成庆此前偶然觉得心脏有异常 但情况轻微又没有家族病史 因此不以为然 结果突然发病 之前宇成庆经纪人谎称只是例行检查 而张小燕证实 宇成庆并不是检查 而是进行心脏手术 作为娱乐圈中的知名歌手 宇成庆可以说是从80年代一直红到了现在 如今 庚成庆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在爱情上也是有着和谐的家庭 宇成庆在2016年求婚张嘉欣 据媒体爆料 张嘉欣的学历非常的高 他在明示担任英语新闻主播长达13年 长相漂亮有个性 一家三姐妹都是美女 在瑞士念了高中 在英国取得了白金汉大学饭店管理学士文凭回国 曾任亚都立志饭店总裁严长寿的特主 后来进入民事 因为他精通四国语言 加上国 台语又流利 从外店编译提拔为英语主播 可以说他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优秀 要才又才 要言又言 正好和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宇成庆非常般配 有着超高学历 而且不论做什么事 能力都是一流的 虽然张嘉欣的颜值可能不像明星那么出众 但是她是一个精通四国语言 精通各个领域知识的才女 2018年 宇成庆喜的三胎 妻子张嘉欣在感恩节在为她赠添义子 据台媒报道 张嘉欣顺利生下二胎男宝宝 且母子平安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 当时的宇成庆已经57岁了 称作高龄也不为过 老奶得子 实乃人生的一大喜事 高兴的是宇成庆 辛苦的却是老婆张嘉欣 作为高龄产妇 张嘉欣当时也43岁了 两人在2016年才修成正果 仿佛遇见了自己的孤独晚年 宇成庆夫妇非常努力 在次年的6月份生下了大女儿哈蜜瓜 紧接着两人快马加鞭 在同年7月份 张嘉欣被曝光怀上二胎 而且是众望所归的男孩 一龙一缝 好事成双 在外人看来 宇成庆一家四口的日子 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可是在2019年却传出 张嘉欣因婆媳矛盾搬出豪宅 出去租房子住了 张嘉欣比宇成庆小14岁 又生了一儿一女 按理说是最讨婆婆喜欢的了 怎么就传出婆媳矛盾了呢 与成庆的妈妈张正分是国宝及国剧名领 后与国大代表宇嘉琳结婚就很少出现在舞台上 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而张嘉欣在瑞士读高中 在白金汉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还是英语新闻主播 静通四国语言 也是很厉害的人 所以婆媳矛盾很大问题应该是出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本来现代人和上一辈的育儿观念以及思想上 肯定是有差距的 新时代的女性也不会一味地迁就婆婆的 这也导致隔阂越来越多 一边是亲妈一边是妻子 与成庆为了缓和两人的矛盾就搬出来住了 可以看出与成庆此举也是不想妻子和妈妈之间矛盾更深 两人分开冷静冷静 而与成庆又十分听妈妈的话 所以婆媳矛盾出在新生儿的教育问题上 分开一段时间也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相信与成庆做出这样的决定短期内心理也是不好受的 虽然存在着婆媳矛盾 但与成庆和张嘉欣的感情还是十分甜蜜的 她也经常晒出与妻子张嘉欣的幸福照片 不过还是有很多网友忍不住拿来与与成庆的首任妻子依能静相比 17岁时依能静就已经出道了 刚出道就红遍两岸三地 但依能静把当时的红都归功于她的老师刘文正 这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依能静在看脸的娱乐圈是不可多得的才女 每次看她的访谈节目感觉她看问题都能看得很通通 说的话都充满哲理 依能静也是在17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与成庆 两人十分相爱 但是爱于都是一人的关系 就没有把她们的恋情公布 以至于当年她们在一起12年吃酒都没有在大街上堂堂正正地牵过手 谈了那么久也只是看过三次电影 当初在宇成庆和依能静举办婚礼的时候 宇成庆的家人都没有路过面 两人的婚后生活其实一直都十分不错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虽然现在他们已离婚收场 不过两人私下的关系还是挺要好的 说起两人为什么会离婚 依能静就经常在节目中说自己身世的可怜 所以宇成庆的父母表示接受不了家庭如此离奇的她 经常会在生活上有一些针对她的地方 因为这个原因她在和宇成庆的爱情里做了很多牺牲 她爱得很卑微 爱得这么卑微且没有自我的异能 竟终于鼓起勇气和宇成庆离婚了 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被骂得很厉害 她也只敢在访谈节目上打开心扉和主持人倾诉那段时光 正如依能静所言 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只有他们知道他们在婚姻里经历了什么 离婚对于依能静是致命的伤害 经历了整整五年的漫长时间 她才从这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 依能静甚至说她以后不会再有男人 也不会去爱了 更不敢想以后会有婚礼了 她和宇成庆的婚姻里她是受伤严重的那一个 可即使离婚了依能静也没有说过一句婆婆的不是 她轻描淡写地说了离婚的原因 她说婆婆对她不错 只是生活习惯不同 和婆婆住在一起没有自己的空间 比如说早上婆婆会听戏 所以每天都会被戏声叫醒 还有她是一个喜欢发呆的人 可能到了吃饭的点没有及时吃饭 婆婆就会来叫她 但没有其他的不愉快的事情 虽然依能静没有说太多 但自古婆媳关系难相处 幼童在一个屋檐下 生活方式和习惯可能大相征庭 所以时间长了难免有磕磕绊 依能静也特别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可是那时的宇成庆不会做让妈妈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她只能让依能静受委屈去迁就她的母亲 当一段婚姻关系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时 那这段婚姻就会出问题 宇成庆与依能静离婚这么多年 只要有依成庆的消息出来 依能静都会被各种骂 没想到这次宇成庆带妻子张嘉欣搬出去住这件事 不但没有人再骂依能静了 而且网友居然开始心疼起当年的依能静了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宇成庆的大儿子哈利 众所周知在跟依能静分开后 两人的儿子哈利便归了依能静照顾 因为又有了新家庭的原因 所以哈利跟父亲的接触机会是较少的 宇成庆说哈利跟自己年轻时是非常像的 只是如今哈利也已逐渐长大 所以作为父亲也不会去像儿子小时候那样经常带着他去玩 而是会注重塑造他的独立性 并且宇成庆还向记者抱怨说哈利现在不太理他 看来哈利是真的长大了 已经有了自己的爱好和想法 作为父亲的宇成庆也表示能够理解 把更多空间给孩子 让他自主发展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哈利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男孩 喜欢穿女装 根据宇成庆的友人透露 其实哈利的女装嗜好 曾经在宇家引起一阵风波 加上宇成庆的妈妈十分保守 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孙子穿成孙女 老人家希望哈利以后不要这样了 而宇成庆已经另组家庭 哈利如果与观念传统的奶奶同在一个屋檐下 压力巨大 因此就算妈妈伊能静不在台湾 她在台北被拍到时 也都是回忆能静在台北的家 哈利不想让爸爸为难 无论如何 还是祝福与成庆今后身体健康 好好享受生活